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22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 曹爺晚上出席財政預算案論壇 被問到未來會否繼續派消費券 他的最新回答是怎樣 因為近日都有網民猜測不知下年會否停派消費券 雖然是下年的事 但若然這個說法一旦確立 即是擔心未來會否不再派消費券的做法 和各位一齊了解最新的發展 另變相陳某波回應馬會炮軍 馬會炮軍提高了足球博彩稅 最新的說法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陳某波晚上再出席論壇 未來會否再派消費券 要按情況考慮 報道的來文是敢格財政司司長陳某波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過後 晚上出席由五間電視台舉辦的聯合論壇 將繼續解說多項措施的細節 陳某波在開場白中再度趕到今年紓困措施的幅度減少作出解釋 指本港錄得1400億元財赤 推出措施需要量力而為 希望市民諒解 被問到消費券計劃未來是否會停止 陳某波重新消費券計劃長期是不可行 要視乎會聯財政狀況作考慮 被問到是否要研究開徵新稅種 陳某波表示政府一直都有思考 陳某波亦有表示 政府發行銀式債券用作投資 不作為政府開支 過去投資回報約有200億元 政府未來將有足夠收入償還 他又說自己並沒有營購銀債 希望將機會留給其他市民 陳某波指今年度消費券加上其他紓困措施 可以提振約摩1%的經濟增長 亦相信本港能達到經濟增長3.5%至5%的目標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財爺今晚照舊出席電視台的論壇 被問到是否未來上山水喉 不派消費券 即是明年開始 財爺說這個派消費券的做法長期是不可行 要看看財政的情況 當然知道 匯連財政的情況 再看看派多少錢 這個做法 講法都公道 但看看別人的澳門派超過10年以上 現金分享計劃令到澳門居民會委 都已經拿到超過10萬元以上的一個回水的做法 香港其實派錢應該要恆常化 也不只是我們說有不同的人都倡議過 包括建制派 都說恆常派錢 有機制 以後大家不用煩 亦不用匯連讓著叫財爺派錢 但今年派錢的力度相當之頑 只有5000元而已 而現在各界都說要截演要加碼 財爺已經被問到未來的妹妹生水喉 他的語氣都暢 真是有機會來的生水喉 當然這個除了是財爺的回應外 其實也是近期的網絡熱話 根據HK01報道的一則網絡熱話 有位港媽估中派5000元 相傳一月的時間他的鐵文作證 而網民估計下年可能不再派錢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財爺今天公布分兩期發放5000元消費券 有港媽發鐵文指真的被我估中派5000元 提到今早已有不少傳媒引述消息 說政府派5000元 金額較上年減了一半 他有上傳自己一月份的鐵文截圖作證 被帶讚聖女 網民認同始終派錢是減怨氣的 但不少人估計下年政府不會再派消費券 事主同意網民的意見 認為今年很有機會是最後一年派發消費券 才爺或者會預告下年不再派錢 就說等你們不會期望 李家超做了那麼久 成績都不錯 如果不派 點都不太好 所以派今年 不過仍然有網民認為政府應該派現金才能解民之所困 就說派現金可以交租交水電煤 派消費券只能幫到很多商店 還會即時加價 亦有人說雖然我反對派錢 但派今年就夠了 5000元就一次過派 又分期更多了行政費 以上來自HK01報道的網絡熱話 有網民在猜中 下年沒有開始停派消費券 當然旺仔說下年的事是下年才算 不過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推動與想法 因為其實還錢於民的做法比較直接 若然你用其他方式 希望把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市民 老實說過去都試過不同的方法 但看來最直接都是派錢 但派錢的金額若然太低太少 幫助的力度不夠大 去年派10,000元也只能說慢慢緊 今年派5,000元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劉國賢一起聊聊天 另一邊也說說 財爺有回應馬會 根據HK01的報道 徵收額外的博彩稅馬會也不應該減慈善的事 陳茂波說自己想定他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話說財政司司長在今天的財政預算案 建議向馬會徵收每年24億元額外足球博彩稅 馬會隨即回應指措施徹底削弱馬會的持續競爭力 嚴重影響馬會持續向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捐獻的能力 陳茂波在稍後記者會指港府已考慮本港博彩事業整體競爭力 馬會也承諾不會減少對慈善事業的承擔 就說馬會要量度如何消化 如何處理這24億 他折留也好 用他的動用儲備也好 自己想好他 陳茂波又說港府在財政緊絕下需要開源 在不增加新諷稅和利得稅的前提下 向馬會額外徵稅 相信馬會足以應付 就說可能沒甚麼人喜歡被人加稅 他即馬會有他的反應 我們做我們應該做的事就是這樣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馬會今天非常生氣 立即發聲明回應財爺 財爺在稍外記者會上都有回應相關事件 就叫馬會自己想好他 接下來究竟會否影響那個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服務 還要看看 馬會就說明 若然徵收這麼高的稅項 有機會削弱捐獻能力 這個獲得怎樣算好 如何解決 看來要是財爺和馬會 先測一下波 看看這幾天的發展才能夠再定奪 另變商除了徵稅之外 這個也重要 因為沒有錢 結果要多抄牛肉缸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財政預算案 新一年的目標希望收到12億7千萬元 簡單來說 是要抄397萬張牛肉缸 報道的流氓是這樣的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在今天2月22日出路 政府在2022年23年度的罰款 沒收和罰金為庫房進漲了24億元左右 交預期多了兩成 當中俗稱牛肉缸的定額罰款制度 帶來11億元的收入 以定額罰款320元最低消費計算 執法部門發出超過362萬張牛肉缸 據警務署的數字 當中336萬張屬於維麗泊車 2023年度政府預期牛肉缸收入再下一成 目標要教去年再多收9.5% 即12.7億元 換言之 要發出397萬張告票才能達標 而警務署的目標 下年度發出336萬張維麗泊車的告票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跟各位說說 尤其是司機大哥 接下來就說明了 全力抄牌 加因庫房沒有水 在哪裏拿水最好就去抄牌 現在的數字都相當誇張 下年即是新一年的目標 希望能夠抄到300多萬張牛肉缸 若然是這樣的話 庫房又有得進漲 全部是億億勝 這個可以說是向車主開刀 又向英文開刀 又向馬會開刀 這個情況會否再擴大 取決於財政儲備的狀況 之前有消息傳光 會否向長者生活津貼開刀 還要看看未來這幾個月會否有所變化 我是光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